魏惠公有多记仇,他父王强娶太子妃生下他,他又把生母嫁给亲弟弟,还生了五个孩子。 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,每个朝代都有昏庸无能的君主,其中不凡有着卑鄙无耻的君主。 话说,这魏惠公真的是把坏这个字,完美地诠释出一种新的高度,让人听到他的故事,便有种起鸡皮疙瘩的既视感。 皇帝登上皇位后,想尽办法要去巩固自己的皇位,所以和近亲结婚生子都是十分正常的。 但是,在历史上,有一位荒唐到了极致的皇帝,他为了自己的皇位。 居然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嫁给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,而且这弟弟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,是什么呢? 龙生九子,种种不同,这句话用在魏国第十五任君主,精虫上脑的魏轩公鸡进身上道也不错, 生下的孩子好人好得出奇,坏人却坏得没有底线,也算是一大奇葩, 同一个爹生下来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? 这个故事的源头出在魏惠公的父王魏轩公身上,可以说是他的荒唐为日后的争斗埋下了祸根。 魏轩公是个好色之人,只要是见了漂亮的美女,他就走不动到了, 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,他都会想方设法得到他。 第一次魏轩公是看上了自己父亲的姬妾,两个人有了私情, 这个叫做宜江的女子成为了魏轩公的心头好, 还给他生下一个男孩,就是公子吉,不过魏轩公的父亲还活着, 与后妈乱伦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公子吉的身份就不能暴露, 这种事情就是一种丑闻,魏轩公把他交给幼公子之抚养, 经常会去看看这个儿子,虽然养在宫外,那也是魏国的正统公子,早晚都会被接回去。 那时魏轩公一继位,就可以光明正大宠爱宜江,顺便立了公子吉为太子, 幼公子之也算是看着公子吉长大的,他也有几分偏爱之心, 替公子吉正取到了一门好婚事,对方是齐熙公的绝色女儿宣江, 因为这魏轩公实在好色,他见宣江是妩媚多姿,也有风采, 当场决定把这个还未明娶过门的太子妃变成自己的后宫, 在年轻的宣江面前,宜江就有几分人老朱黄了, 这个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, 现在抢走了魏轩公的宠爱,还生下公子寿和公子寿两个儿子。 这魏轩公也够胡闹的,抢走了自己父亲的姬妾, 现在又抢自己儿子的郑妃,说出去都要被人不齿。 为了截留这个美人齐轩公,可谓是煞费苦心, 命人在黄河北岸新建了一座宫殿, 名曰新台,朱澜华洞,重宫富士,华丽至极, 临近迎娶之日,却命公子极出使宋国, 然后派遣使者到齐国迎娶宣江, 不入魏国宫殿,静止来到新台, 齐宣公就在这里把自己的儿媳妇纳入了自己的后宫, 却说公子极次宋国回来之后到新台赴命, 魏宣公让他以数目之礼参见宣江。 他也毫无怨言,真称得上是至人至孝。 然而,事情到此远远没有结束, 公子极的悲惨命运才刚刚开始, 魏宣公有了宣江之后就疏远了宜江, 整日在新台寻欢作乐, 宣江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, 公子寿和公子朔,公子寿人孝, 公子朔阴险狡诈, 魏宣公移情别恋, 看公子极也越来越不顺眼, 总想着剥夺他的太子之位, 把王卫传给公子寿和公子朔两兄弟, 只是公子极中后仁孝, 一向没有什么过错, 同样仁孝的公子寿与哥哥志趣相投, 情同手足, 也时常在魏宣公面前替他周旋, 所以魏宣公一直没有得逞, 阴险狡诈的公子朔见自己的亲哥哥, 整日和公子极形影不离, 情同手足,相互扶持, 心中暗想这将来, 王卫肯定没我啥事, 于是暗中在背地里搬弄是非, 一次,公子极过生日, 在酒宴上公子极和公子寿两个人相谈甚欢, 却不搭理公子朔, 惹得他心中怨恨, 公子朔跑到母亲那里说, 公子极趁着喝醉居然让自己喊他爸爸, 不喊就要打他, 幸亏公子受劝阻, 他才逃脱, 宣将信以为真, 把公子朔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魏宣公, 又在其中添油加醋, 魏宣公也素知公子极人笑, 召来公子寿一问并无此事, 宣公也是半信半疑, 只召来宜将狠狠地责备了一番, 没想到宜将愤恨交加居然投还自尽了, 闻听噩耗, 公子极难掩, 心中悲痛, 又怕魏宣公责备, 只得暗地里偷偷地哭泣, 公子朔和宣将又在宣公面前给公子极罗之罪名, 说他口出怨言, 扬言让宣将和公子朔为宜将偿命, 魏宣公本不屑, 奈何这一对母子不停地窜夺他, 也是作贼心虚, 便决定杀死公子极以绝后患, 魏宣公与公子朔密谋, 让公子极出使齐国, 守之白毛, 由公子朔派出死士甲半岛贼中途截杀, 但见白毛只管砍杀, 提人头回来复命, 公子朔见父亲与弟弟密谋, 就跑去问母亲, 宣将也不藏着掖着, 直接把实情告诉了他, 心想自己的儿子还能不一心, 公子受文庭大害, 找到哥哥实情相告, 让他赶紧出逃, 公子极这时候还愚衷他的父亲, 坚持要出使齐国, 凯然父死, 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, 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, 公子兽眼见劝不动, 心想若哥哥死了, 父亲立我为似, 我又有何面目呢, 不如我替哥哥父死, 如果能唤醒父亲, 也落得个父慈自孝, 千古流芳, 于是公子兽以周再久, 顺流而下赶上公子, 急要与他践行, 眼看就要永迭, 两个人四目相对, 眼泪汪汪, 互相的不停的敬酒, 公子兽有意流量, 公子兽本来酒量不大, 所以喝了个鸣鼎大醉, 不省人事, 公子兽拿起哥哥的白毛, 带着自己的随从驾舟顺流而下, 故意将白毛插在船头, 行至深夜正要弃船登岸, 那些早已埋伏好的死士看到船头的白毛, 知道是公子兽到了, 冲上来一顿砍杀, 把公子兽人头砍下来了, 公子急醒了酒, 看到弟弟留的信, 才知道公子兽要替他赴死, 急忙追赶还是晚了一步, 公子急眼见弟弟的人头, 自己也不愿苟活, 就让死士也砍了自己的头, 一快回去复命, 姬朔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太子, 在魏宣公驾崩之后, 太子姬朔顺理成章地登基, 魏惠公还没有安稳几天, 就被国内的大臣们联手赶出去了, 不得不逃亡在外, 这一逃就是八年的岁月, 魏惠公的性格更加黑暗, 牙子必爆, 等到狼狈的魏惠公回国重掌大权, 他已经不择手段了, 这次他明白了有支持者的重要性, 一心拉拢宗室和权臣, 想要拉拢人的话, 还是得从原先支持公子吉的人这边下手, 所以魏惠公做了一件特别没底线的破罗事, 他把自己的母亲宣将许给了公子丸, 公子丸就是公子吉的亲弟弟, 魏惠公宣称当年宣将本来就是嫁给公子吉的, 都是自己的爹位宣公不好, 强行夺走自己的儿媳, 现在就算是把这关系纠正过来, 让公子丸代替公子吉取了宣将, 平白无故给自己找了一个后爹, 这魏惠公也是真能把自己的脸皮舍出去, 还想打着公子吉的名头, 成为那本来应该名正言顺的继承人, 就这样, 魏惠公将自己的母亲强行嫁给了公子丸, 公子丸百般的不同意, 但是亡命难未, 只能接受魏惠公的安排, 之后, 公子丸和宣将结为夫妇, 并且生下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, 从此和魏惠公保持合作关系, 据了解, 魏惠公将自己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弟弟, 既然没有一点愧疚之心, 连最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, 这件事被传出去, 成为各国的笑柄, 魏惠公连脸红一下都没有, 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, 魏惠公基硕可是没有一点尊重之意, 在自己的母亲宣将生下孩子后, 魏惠公可是多了三个亲弟弟, 两个亲妹妹, 也可以说他多了三个侄儿, 两个侄女, 关系也是够奇葩的, 同时还要叫自己的弟弟公子完美一生继父, 可以说得上历史上最无耻最浑蛋的皇帝, 而当时魏惠公把母亲嫁给弟弟之后, 魏惠公的弟弟也大可以不碰他, 不过魏惠公的弟弟不仅没有这样做, 而且长子在历史上非常的出名, 甚至后来皇帝还想把江山交到他的手里, 可惜英年早逝, 最后江山被刘子叶继承, 成功培养了一个鼎鼎大名, 交涉引逸, 好贺王国的魏乙公, 魏国群众们自从立了魏轩公后, 宫廷中的大戏精彩分成, 群众们看得眼花缭乱, 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欲望一首首经典诗歌被争相传颂, 心态,二字成舟, 与君偕老, 等等无不快指人口, 针对宣江再嫁这件事也有一首诗, 纯之奔奔, 姑且记下, 纯之奔奔, 却之强强, 人之无良, 我以为凶, 却之强强, 纯之奔奔, 人之无良, 我以为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